大家好欢迎来到NAS应用 今天要和各位说的是我们QNAP有一个QUSB CAM2的一个QBKG 它非常好用 主要它是可以干嘛呢 它可以将你手边已经没有在使用的这个USB的camera 搭配我们家的这个QUSB CAM2在NAS上的QBKG 帮你把你的这个这个USB的camera变成一台IP的摄影机 那从此之后呢 你就不需要再去买其他厂牌的IP摄影机 或者是NVR来架设一个自己的监控环境 那我们这次推出的是一个小型的4券的这个监控环境的Solution 让各位看一下 它有什么优点呢 主要是因为它很便宜 你只要有一台NAS然后USB的camera买下去就好了 或是你线上手上有的你就都可以直接用 而且它随差几用 不需要再更新分位 或者是说你不需要去抓它的IP位置 那除此之外呢 它除了可以让你透过NAS本机来监看 它也可以提供连结让你说远端的监控 而且透过USB供电 你不需要额外再帮它用Adaptor去插电 非常的方便 那当然我们除了可以做登录这个USB CAM2来监看之外 我也可以在USB CAM2里面呢 我直接把那个Channel的这个Share Link 点下去就可以复制了 给你的朋友透过电脑观看 或者是我们直接用手机来做观看都可以 这已经囊括了 我们现在基本上对监控要求 就是我要透过远端来做监看了 那它的这个应用非常的简单 而且它也可以很弹性 除了你可以用一支这个CAMERA呢 接到NAS上面去之外 你也可以使用我们家推出的这个QVR PRO 来帮你做更不一样层次的这个监控跟你的需求 像从QVR PRO你直接连到我们的QVR PRO CLINE里面呢 你就可以透过我们的SERVER的这个MOTION的功能 或是其他的推播的功能 帮助你把事件推播到你的手机上 那如果你只有一支CAMERA要用的话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要具有一台轻便型的这个NAS 桌上型的NAS 一样你可以把这个CAMERA呢 透过我们的这个QUSB CAM2 我又挡到了 透过这个QUSB CAM2 然后再透过我们的QVR PRO 帮你去做整体的监控录音 所以你如果是想要看自己家小孩啦 老人家啦或是宠物啦 用这个都非常方便 同时如果你有试卷全部装在NAS上面的话 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排程录影 来帮你达到很好的应用 例如我今天早上出门要上班了 我就开启它的排程录影 所以我不在家的时候 任何风吹草动 我都会把它录下来放到NAS里 那等我回到家以后呢 我不需要录影了 我就自动把这个录影的这个排程关掉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帮你来做一个 全天候的24小时监控管理 非常的方便也简单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的 QUSB CAM2 QNAP NAS 是你最好的选择 我们下次见 拜